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 也有 但是这类事件呢就是因为回顾起来很难叫十大 因为同类事件太多 多到就是后来基本上都被淹没掉了 是是是 徐老师你现在要闭上眼睛一想 说今年有什么事 想国家还是想自己 都行 你的第一印象咱们可以算算命 要想国家的话呢 那我觉得十八大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位第一位的领导人 站在第一位的领导人全身而退 就是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对这个这个韬哥啊这个韬哥啊 韬教韬哥的这个都是好人 这个十年功绩后人平说 但最后瞬间历史辉煌 那这个出现将来在历史上看 因为中国是一个变化很少的国家 中国在整个世界上 是一个社会制度超级稳定 超级的强大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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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国家 任何的一点点渐进的变化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 如果你要讲国家的话 我觉得十八大这个顺利过渡啊 是是很大的事情 来文道呢 我觉得 有点像官方表达 说的好我们就需要这样 我没有太强烈的 就是对于什么事件的感受 而是整个气氛轨迹感受 为什么因为 你坦白讲事件 你发现那些事件的总结下来 就像我刚才讲 其实很多很重大的灾害 很多的重大的社会问题 一些重大的事件 你事后回想 好像觉得你会模糊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时间感 已经变了 这我常常讲 尤其互联网出现 进入微博时代之后 几乎是上个月的新闻 你现在看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是几年前的 昨天的新闻 现在看就已经像是上个月的了 就我们时间感变得太快 乃至于你要做回顾的时候啊 除非你特别的去寻找 你很难做 你很难定位 我觉得这种 这时间上的这种 瞻前顾后要定位的这种能力 我们在下降 我好把握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就回看过去一年的话 第二个呢 就是每年我都会参与很多活动 一些文化论坛啊 有一些书的出版计划 就发现去年的很多东西都停下来 为什么 每个出版社 每个机关部门都说 十八大 十八大 这你就是香港朋友了 你这这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啊 这件事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同此心 呃 他并不是出于官方强制 的确 所有各方面的人都觉得 这个十八大是一个风向标啊 就是这件事不不落锤 我们很多事情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弄 我跟你不怕讲一个 也很有意思的 就说我们电视台啊 好家伙 积累了一大堆节目 在十八大之前 你看吧 就是没有 首先我得说啊 没有领导说 不能播 你这个就是说 这是革命觉悟高啊 对 我的觉悟高啊 能播还是不能播 我知道我的同事啊 都攒了一大堆 哎 那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就是说 稍微有一点 如果说不利于咱们这个十八大 或者这个气氛的 那么不是不能播啊 咱们最好 所以在中国人最重是十几 这个timing 先放着 所以你知道 咱就哪怕说电影 你像路川的那个王的盛宴 你哪怕冯小刚这个1942 这个电影其实没有什么的 1942 十二一口丝甜 对对对 人家也没有 估计也没有哪个领导说 你就不行 可是所有人都很自觉 哎 先摁着 先摁着 所以以至于造成 十八大一完呢 很多库存的节目 井喷式的 井喷式的 呼噜噜噜噜噜 好家伙 都都播出来了 最好笑的是 这个很有意思 最好笑的是 英国有个名牌公司 股价下跌 他公开检讨 是因为我们这里啊 十八大之前啊 送礼的需求降低 不知该往哪送 以至于这个牌子的股价 股票价格就降低 真的 因为很多这种 国际一级奢侈品名牌啊 他在中国的市场 主要是礼品市场 这个 那我估计 这个十八大之后 他们要失望了 因为不许铺红地毯了 不许车接车送了 不许请客吃饭了 这次新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出来 奢侈品的气焰被 打压了一下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这次这个十八大 这个 我很高兴 因为什么呢 他提到了一个 我们的专业 提到了一个说话问题 提到了一个语言问题 这个是咱们 一直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说过去咱们觉得 中国的很多场合啊 从官到民 都丢失了自己的语言 通常所谓 说人话嘛 所以我觉得十八大 对我有利啊 因为我也被认为 是说人话的 主持人之一嘛 是不是 但是十八大 倡导说人话了 那么那么现在 哎 所以我想 也就是倡导你的路线了 斗士 斗文涛路线 这个捧杀跟打杀是一个效果 原来十八大搞半天 就是要高扬斗文涛路线 高扬人性路线 就是我倒想起啊 咱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是这一年 这一年流行的一些词 我觉得啊 其实这个很多流行词 包括网络流行词 老实说我的感觉啊 都是粗恶不堪 我不喜欢 你比如说我真正比较许可的 就靠谱这词可以许可 其他的一些词啊 我真是听着起鸡皮疙瘩 吊丝呢 我都起鸡皮疙瘩 比如说什么 逆袭 我最近还还询问 日文进来的 日文进来的 比如说什么给力呀 或者说什么纠结呀 我都不太喜欢这些词 因为我觉得 如果已经有一个词 你并不发出什么心意的话 你弄这么一个词干什么 那么其中就有两个 我个人很不喜欢的词 上半年呢 流行一个叫接地气 下半年呢 流行一个叫正能量 哎呀 我听起来 我就像那个起鸡皮疙瘩 我先去一下广告 咱们再说这个词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所以为什么咱原来说的德国那个汉学家 顾斌对这个莫言的不满意 就是认为他在语言上没有做出贡献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文学大国呀 的确语言上面有点有点追求 可是实际上我现在觉得这个语言很多时候就是 粗恶不堪 这个什么 比如说 突然间你就会发现 好多人跟你说要接地气 那个什么电视台的一说 最近我们开了个会 说我们的节目要接地气 专门开个节目就叫地气就算 地暖 我就说接地气 你们喜欢这个词吗 不喜欢 为什么 非常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 第一就像你讲的 我们有太多言语来表达这个词的意思 第二呢 就是 它是完全表达了一种 今天的中国那种强烈的民粹导向 而那个民粹导向里面呢 其实还包含一种看不起老百姓 最好玩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因为老百姓很自然会说 你这人怎么老不听我们说话 不跟我们说一样的话 你很不接地气 但是反过来 现在很多做媒体的 做节目 做文化的人会觉得说 我们要想想看他们做什么 所以大家是一直循环下去 它是主动来设想 你该看什么 老百姓 他们会觉得这个适合他们口味 来为他们制作 其实有时候你是瞧不起人的 对 你把老百姓当傻子了 对 当成你需要怎么满足他们 要讨好他们 他们都在干些什么 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 谁不接地气 谁的两只脚不是站在地上的 对 他还有个假设前提 就是好像你生活在一个地方 就最懂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一定准确的 当然 不一定准确的假设 而且就是啊 所有的这些词都体现出一种什么呢 这种统一化 大帮轰 这么主流 这些东西 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多元化 而不是说 中国现在最妙的是 大家口头上提倡接地气 实际上都盖高楼 对不对 现在最大的地气就是到处起高楼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反讽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什么地气 很多地方那个 你真要是说敢 你比如说 我在北京 我都不愿意出门 你知道吗 你真出去接接地气 乌烟瘴气 那这 所以我说我们还 反其道而行之啊 也许我们应该开天眼 老说什么接地气 对吧 为什么不能有个逆向思维 你应该开开天眼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正能量 这个词为什么我也不喜欢 这个呢 其实亚利斯多德啊 两千年前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那个你知道悲剧是他们那边出来的吧 他们当时对悲剧的有一个基本定义 中国人很晚猜 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就是你去看一出戏 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好人 很死得很惨 那有什么好处呢 按我们今天来说的 这不是正能量吗 你把个正面人物死掉了 那不是负能量了吗 可是他就解释到 一个比你好一点的人 不是非常好的人啊 比你好一点的人 因为小错受到大的惩罚 使你看的人会产生一种恐惧跟怜悯 而这种恐惧跟怜悯 当你离开戏院的时候 它就会净化你的邪念 净化你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 所以这个就是叫宣泄 所以悲剧在西方 数千年就有这么一条 我们到很晚都得 就说里面好人好事 才会教我们 如果这个人是好人 最后死掉了 我们会觉得这个大家会 所以这个是 这是我觉得正能量 这句话 这太简单 应该读读阿里斯多德 所以就是说 还讨厌一个词什么呢 就是励志 是吧 我宁愿喜欢李连杰的太太 我也不喜欢这个励志 就是 那也是一种方法 对 就是说 谁来裁定正和负 什么能量是正和负 有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你提倡了正能量 就做成的假能量 对 是吧 能量就是能量 我一直都很讨厌各种什么 励志感人的言语阿 语录阿 励志故事阿 不是说那些故事不好 当然也有好处 而是说整个社会在谈这个 尤其正能量也是很讨厌 正能量这个词还是香港人先讲的 讲了好几年了 很讨厌 他鼓吹那个盲目的乐观 对 向上 通常是昏头昏脑的向上 是是是 对吧 就是我见过太多这种人了 那这些人盲目乐观 后果是很悲惨的 你比如说我局里 比如说有时候我看到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他的教孩子方法就很厉害 他两个儿子都喜欢踢足球 踢的都不错 然后呢 人家别的父母说 哎呀你儿子将来能够成为足球明星啊 什么就老跟他这么讲 然后呢 他教育孩子方法怎么样 就每次孩子踢好 他说你踢球是不错 那你以为你真的是明星吗 你看电视 全是像你这么踢的人 多了事了 你以为你算老子一样 他说负能量教育 完全不立志 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你因为每一个家长 他的小宝贝 一个月 几个月大再跳舞就说哎呀他将来要舞蹈家 天才 都这样 对吧 人人都天才 哪有这个事 那万一当他将来 他遇到挫折 当他发现自己原来不是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你应该要平和的来准备这个世界 来面对这个世界 你哪知道你会走哪去 而且你刚刚说那种接地气啊什么 也跟这个我有点关系 都是那种大众化的那种 要全体人都该一起往上 全体人应该怎么想 你也该怎么想 对 因为我也常被人骂不接地气 其中一个最主要理由 就是因为我不玩微博嘛 那是很多人说你现在身为媒体人 不玩微博 只有我接了 只有我接了 对他接上了 你有一条腿接着就行了 那就行了 我们三个你接吧 你负责 他们就说你不玩微博的话 那你怎么能接地气 知道老百姓什么 你太太精英了 瞧不起咱炒根 这其实很简单 不是瞧不起 也不是不要接地气 而是就是不喜欢玩微博 那又怎么样 OK我们不一定要做 最懂得老百姓想什么主持人 或者媒体人 也不是想做 我也没想要做 最受欢迎的媒体 我就做我这份的 你喜欢也就罢 不喜欢也就罢 所以从今天的流行词啊 我一直讨厌到当年的流行词 当年梁启超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有这种叫鼓动风潮 造成时事 你看中国总有一些人觉得 总有一些人觉得 他有资格 号召大家 忽悠大家 你们啊 过去都错了 你们都应该往哪去 你们都应该干什么 你知道吗 凭什么你有这个优越感呢 你凭什么觉得 你你就代表正 我就是富呢 然后听他的就叫积极 不听他就叫消极 对呀 谁来裁判呢 在上帝面前 我们都是无往不在错误之中的人 对吧 大家都在寻求各自的真理嘛 所以你说到这个呢 我又回想起来啊 就你刚才说 十八大有个好事 就言语上 好像是鼓车说人话 但还有一点 我就希望 过了今年之后啊 就是 关于说话这件事 有一个更重要的领域 也要转变的是什么 就我觉得 刚才我们说 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十八大 全中国都在很多事压着 这个不动 这个不动 这个等十八大 这恰恰说明了 今天政治 跟我们的关系 有多密切 假如有一天 过了这一次之后 不跟我们那么密切了 我们做什么事 不用再等十九大了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了 觉得这事 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也不影响我 原来要做什么 那就好了 我觉得那就 大家回到一个 正常的各过各的 不用那么统一的 等着什么事 你放心 至少有件事 不受影响 就是我下边要说的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蔬菜水果用传统方法能洗干净吗 当然不能 要用开米蔬果清洗剂 开米蔬果清洗剂 是餐桌上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开米蔬果清洗剂 安全更健康 解密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真的文道说的 为什么咱们只能得个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诺贝尔科学奖 就得不了 真的就是那天咱们还说过 我们应该以自然为师 就是模拟大自然 就是大自然你看 没有说大自然没说开个开会 说今年咱们提倡什么 今年提倡东风 今年提倡东风 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 今年要正能量 那年要负能量 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 大自然就是万物各从其性 是吧 百花齐放 自由生长 尊重个性 你爱干什么 你爱不接地气 你爱到天上去都行 是吧 高处不胜寒都行 你也是一路 你也是一种 只有模拟大自然 我们才可能产生大自然当中的那种灵感 那种精彩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是岁末年初这么关键时刻 中国人过去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都有一些核心观念 就是方向 进步 前进 你知道这些词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意识形态里起 就要是要是你说大自然 很多人就会听说 那我们往哪个方向前进呢 这个这个年年初年末的时候 就是我都想起鲁迅一句话 曾经阔气的想复古 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尚未阔气的要变革 你看这是这是接地气的话 这话接地气 我们说的那个都有点太往上走了 这个国家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啊 当然了 你们到一定的境界 过了生存温饱阶段以后 在发展阶段时候 您可以听大自然的 对 可是几千上亿的新进城的民工 这个整个国家很多人 他们的整个生存状态 跟你这个积极大 真是息息相关 所以 有道理 所以不满现状的 要改变现状 这未曾阔气的人啊 在我们国家是 这个 但是这个事情切下说明 就是说这个 等这样一个集体方向的出来啊 因为它影响我们 所有人嘛 恰恰说明我们现在 我们跟政治的这种紧密啊 就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把它连起来 但假如这个都更松开一点 就大家说不定 多少亿的农民 或他当然要受国家政策影响 但他们有没有一些别的方向 可以自己 我懂你的意思 文道 但是你看啊 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 从小长到大的人呢 我就觉得啊 这个过程啊 已经在进行中 而且发生的变化太大了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个人生活 跟政治的关系 可比今天的人的生活 跟十八大的关系 今天都算不受什么政治影响了 真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 那真是叫息息相关啊 上面政治的一点风吹草动啊 你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正常存活的问题啊 那可关系太大了 今天已经是进入一个 我觉得是在一个像庶民社会 就是那种庶民的社会 平民社会的方向 已经往前走了很多了 而且你 我相信你会看到啊 接下去 政治和平民生活的影响啊 会越来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就是说少谈些政治 多谈些文学